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來是什麼呢 STM 也就是 硫酸加酸涼水 那有些課本會有些文件會寫 硫酸加酸涼水加水 那一般他會去加水 一般有些課本會再寫還要再加水 那一般其實不需要 但是如果有用的話千萬注意 水一定要先加再來加硫酸 千萬不能把水倒到硫酸裡面 這個從以前高峰化學就已經講過 水不能滴到硫酸裡面 他這樣就把硫酸彈出來 就會很熱的彈出來 千萬不要 不過要加水就是水先加再少少水 再硫酸就少少水 千萬不可以加完硫酸才加水 只是現在基本上這一步通常不需要 都不需要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呢 所謂的SCY 硫酸可以幹嘛 硫酸可以去除有機物 可以去除金屬離子 可以去除金屬之類的 那基本上他也可以去除部分的part 他等於是多公分的 三種公分都具備 那SCY呢又簡稱APM 大概一般你講SCY就夠了 他其實是阿摩尼亞 加他刷氧水 加水 那他最主要主要是去除part 他也可以去除部分的有機物 他也可以去除部分的有機物 再是SCY 我簡稱叫做HPM HPM 那他是HCL 加蒜氧水 加水 那他主要去除的是金屬離子 主要是去除金屬離子這些 看完這些之後呢 剛剛在Youtube上面找到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一般我們做的 他是個太陽光晶圓廠的影片 你看晶圓洗澡發酷造水 晶圓氣泡的幼淋雨 所以就知道 晶圓廠多麼需要水 所以這個四式工作台 Wave Match 他的構造是什麼 他的材料用的是淺浦龍 因為POP很輕鬆酸 百分之就由最高等級的看 所有酸鹼的材料做 然後呢 室室工作台上有很多個孔 不避免有什麼呢 有多的酸鹼 不小心在台內上累積 你不小心碰到 你可能就會受傷了 所以整個工作環境最危險的 其實就是室室工作台 因為那是有機會讓你 跟酸鹼容易不小心碰到的地方 此外所有的機台 也只是大型機器設備而已 你只要小心有機械的 不要被夾到什麼就好 但是酸鹼是要特別小心的 特別小心 而且每個室室工作台 都會有抽清的裝置 都會抽清 因為你在開啤的時候 就會容易就揮霸 大家不想要用廢拉來 clean 所以它裡面都會有抽清裝置 它有向上抽跟向上牆壁抽 一個室室工作台還有兩個抽清 一個是向上抽清 一個是向側裡面抽清 確保有任何揮霸器都會被抽掉 所以一個非常安全的層室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它都是有SOP規範 就只怕建造的人 不發了SOP 那就會危險 在這種環境座事件就會危險 可是如果是在安全規格的 無程式環境座 其實是非常安全的 因為一切都會規範的 非常好 一切都會規範的 然後 然後 所以室室工作台還是TFLO 水杯也會送TFLO 再一切都會用TFLO 有機會碰到HM不容易的所有東西 都會使用TFLO 都會使用TFLO 那主要是因為氫化酸之類的 用來時刻二氧化型 很好用的氫化酸 而 在化學溶液當中 在剛剛講到的三種氫片當中 還有一個要特別注意的是什麼 S7-1跟S7-5 這兩個酸鹼 不可以放在同一個工作台 國中氫化也交過 高中化學也交過 這兩個化學溶液的蒸氣 如果不小心碰在一起 它會產生氯化氨 白色固體中的氫化 你就等於產生了PART 就產生污染了 所以這兩個化學溶液 不會在一個酸潮出現 如果這一個工作 私事工作台只有那些系列 的話 二個去做而去 絕對不會在他旁邊 絕對是另外一個 獨立的工作台在用 把它放在一起的話 你就會產生暗和的危險 就可能會污染 工作環境 因為他沒有你 但是他會有威力 他會產生威力 威力在半導體裡 我就是不可能認 他會像什麼白色固 還是這兩個會 那再來 十六個去做H的時候 像剛剛的影片 他也是用人工去用量背包 可是在國家 你們的 國家半導體的重心 全部都可以穿 你根本不用拿出來就好 否則你單用這個 很臭 阿摩尼亞很臭 一打開起來就是 很爛味啊 然後呢 所有酸品當中 你的手 要最小心的就是 這兩個 DHF 剛才不過 他的危險性 在他會十二剛 但是對人體 最有害的 是 硫酸 剛才說硫酸的目的 是可以屈服有機物 人的皮膚就是有機物 人就是有機物構成的 所以你只要 手一碰到硫酸 馬上就會燒 就會感到超級怕 超級痛 輕膚酸的危險是 你碰到你沒有感覺 過一陣子才會有感覺 而你不曉得發生什麼事 但是硫酸是只要一touch到 你馬上就帶開叫了 所以 所以 不知道該怎麼講 人的皮膚是怕硫酸的 所以 以前就是有那個 社會行為有沒有 常常有人拿摔斷 有沒有 其實 人體皮膚最難大的 是硫酸 而 一般人家從網水 溶解最強 那是 你要溶解所有東西的時候 最強 可是 可是 如果是破壞皮膚 人家是會什麼毀勇之類的 硫酸才是 強著 總之強著 因為它是專門扶持 有機物的 所以各位 要小心硫酸 但是我剛才講過 這些化學的東西 全部看起來都跟水一樣 所以 在我們城市裡面 只要看到有一攤骨液體 一律把它當作青骨酸處理 這是鐵則 只要看到不明的 透明液體 哪怕是水 你不要說學科的 那就完蛋了 沒有 所有不明液 全部 就是把它當青骨酸處理 如果在工作草呢 工作草就簡單 因為有很多個體縫 有些人可以拿那個水槍 把它吹到那個把牌掉就算了 但是一般都會用那個吸 可以吸化學容易的 像模糊之類的 可以吸住它的 很有 反正 雜然現在出現 烏城市裡面出現任何 巧遇公安的 抗藏屋 打電話抗藏屋處理 不要是一家一家的處理 你沒有做過專業的訓練 好 再回到這個章節 這個章節主要講的是 加入的資產 而加入這個當中 最重要的是氧化 而氧化物呢 一開始生長的時候 我們講過氧化的機質是什麼 氧碰到細 產生二氧化細 然後形成了二氧化細 後來的氧就要穿透二氧化細 再跑到下面 去跟底層的細 表面的細 再氧化 再掌握 然後後面的氧再去擴散 擴散到新的表面 再繼續氧化 所以一開始的生長 氧化成很薄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氧很容易就到表面了 因為氧化物很薄 它不需要很長的時間擴散 所以一來就可以反應 所以它在等什麼呢 等你表面的反應速度 所以一開始可以成長得很快 因為它不太需要擴散 因為一開始氧化成很薄的時候 養了它就可以滑到細表面了 所以一開始的生長速度很快 是成線性生長 稱之為線性生長區 這個在薄的狀況下 大部分的氧分子 只需要再氧化成 經過兩次氧化 就可以透過氧化成 形成了氧化油膜 這身對於線性生長區 所以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 s 軸是氧化的時間 y 軸是氧化出來的後路 你會看到 它一開始是線性成長 然後其實是根耗基倍 在成長 一開始是零年了 後來是根耗 因為一開始的化學作用反應 後來是怎麼呢 擴散 我可以把氧化成很厚 可是你擴散了嗎 你還沒擴散的話 我已經擴散完 我已經在那邊擴散過了 所以就在擴散的時間 這叫擴散限制區 所以你會看到 當氧化成很厚的時候呢 兩分只要穿過氧化成就需要時間 因為它需要在裡面 一邊擴散一邊碰撞 必須要穿透 然後已經生長出來的化學 才可以跟最表面的系 接觸反應 成為二元化系 那這一段區間的沉淪 過散限制區 過散限制區 那這時候的生長速率 會比陷進生長區來的慢 所以一開始長得很快 後來會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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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的速度 第一個跟機制有關 就是不太需要過散的陷進區 跟要慢慢擴散跟擴散區 而除了這個是風刺 可是你會看到 這不是A分子B 這還有B 影響低的是什麼呢 你的氧氣來源是什麼 你的氧氣來源還有你的氧化溫度 都會影響到這個參數 都會這個參數 還有什麼影響到這些 A跟B的這些參數呢 溫度 氧的來源 有些細晶體的晶象 就是表面的原子力度 還有這半導體 有沒有參雜 如果有參雜 參雜的是濃 還是帶 還有你在氧化溫度 你的壓力幾次 一大氣壓還是一壓 都會影響到 後面它會影響 都會影響到 這些都會影響到氧化速度 首先我們來看 第一個 氧化速度對溫度很明顯 這是廢話 因為我們都知道 溫度越高 化學環境越快 擴散就會越快 溫度越高 擴散這個行為 就會跑得越快 那擴散只要越快 在長時間內 它當然就可以長得越厚 因為加溫 溫度升高加熱 可以讓擴散度度變快 化學環境速度變快 那自然 氧化成成長速度就會變快 因為擴散速度跟溫度升值數關係 擴散速度跟溫度升值數的關係 擴散速度跟溫度升值數的增加 那氧化速度也跟來源不快 所以一個 溫度越高速度越快 第二個 氧的來源不快 如果今天你使用的氧氣 你使用的氧來源是歐度 這個氧化我稱之為乾氧 那如果你的氧氣來源使用的是 H2O 也就是水蒸氣 水蒸氣的話呢 它的速度會調化 它速度調化 為什麼呢 因為O2分子 O2分子是兩個O H2O在高熱的環境之下 它也分解成7跟OH 它變成7H跟OH間 所以它在擴散的時候 不是以H2O水分子擴散 不是 它在高溫的時候 會列解成H跟OH 而行中的OH 裡面才有氧 而OH件 但是OH這個東西 它的體積就比O2 O2是兩個O嗎 H是很小的東西嘛 H是以一個积序為一嘛 所以H的體積效 所以OH會比O2來的小 所以在擴散的過程當中呢 OH的擴散速度 會比O2來的快 所以你使用H2O成長兩化成的速度 會比使用O2來的快 這是第一 使用水蒸的話呢 水蒸在高溫會分解成OH跟H OH比較小 比O2小 所以它長比較快 第二 這個 使用O2跟H2O 因為H2O是損氣 所以使用H2O長出來的氧化成 我們稱之為濕氧化成 威阿紫 而使用H2O長氧化成這個步驟 就稱之為威阿紫 因為你使用的原材料是損氣 所以這個長出來的氧化成 叫做濕氧化成 而整個過程就做濕氧化步驟 那相對於濕 那就是乾啊 所以O2就去 叫做Dry R-Signation 使用全O2 或者是只要沒有含H的 就叫做乾氧化 所以乾氧化才用的有什麼呢 才用的有O2 還有什麼 N2O 小器 N2O有O 一般成長氧化成 早期才用的乾氧去O2 現在都使用N2O 因為N2O長出來的R-Signal比較致密 比用O2還要來的更致密 當然長得會更邁 它可以長得更高 然後品質更高 那濕氧因為長得快 長得快 它的結構就會比較鬆散 它的密度會比較低 所以乾氧跟濕氧品質有差 濕氧長得快 品質比較差 因為它長得很快 它就比較鬆散 乾氧長得快 所以它比較致密 它比較致密 但是乾氧就很難長得很厚 因為 因為它很低 它濕密 第二分只有大顆 所以它擴散就會很不容易 那濕氧長出來 長得快又鬆散 OH又小 所以濕氧可以長得比較厚 濕氧可以長很厚 乾氧沒有辦法長很厚 乾氧長得厚厚的話 要超級久的時間 所以氧化過程當中最容易比較 也就是乾氧跟濕氧在比較 兩個氧化速度差非常多 比如說這是乾氧 這是濕氧 我們會照同樣的條件 9YLG 我們就看濕氧這邊 乾氧在 這邊沒有到1200度 有可能太高 我們就知道 一千度 好一千度 九百九百 一千 一千這一條 一千這一條 你會看到 它要長到 0.2到0.3之間 0.2到0.4之間 這0.3 它16個小時才能長到0.3 安坤氧 你會看到 16小時 一千度就是這一條 它能長到0.3 而這裡 0.3要多久 一千度 一千度 0.3 不到1小時 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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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我們用同樣的時間 同樣用二十小時 來 二十小時 九百度 七的乾氧值能長到什麼呢 不到0.2 不到0.2 九百度 七的濕氧 二十小時之後呢 已經 超過1.30 超過1.25了 已經到了1.30 兩個臉化速度 差很大 兩個臉化速度 差異很大 所以一般回到長後 會使用濕氧 長得薄 會使用乾氧 乾氧的品質 比濕氧來的 好 這要注意 再來 氧化速度跟單T系的金像有關 為什麼 因為金像不同 原子密度不同 原子密度越密的 原子密度越密 代表什麼呢 單位面積的細原子數量多 細原子數量多 大家同時一起氧化 它長出來的二氧化 它細就會更多 因為它的細原子多嘛 單位都在表面 大家一排有十一個細 一排有二十個細 然後大家一起空到氧 一起氧化 誰氧化出來的體積比較膨大 當然是越密的 體積就會越來膨大 越密的人就會越來膨大 所以你會看到 111的原子密度 因為比100的原子密度高 所以它氧化出來的後部 會比100難得後 所以今天如果各位 拿到氧化者去長氧化者 就長對氧化者比你一季了 比如說這個Racer 我100Waver 長出來比數三千密度 大概300難 可是你今天買一個新的氧圓 買來是100的Waver 跟草莊說我要100的Waver 我拿去錄影 我要長300難 結果出來告訴我500難 這是真人真事 我自己遇到 我學生跟我說長出來500 我說那不代表 金像裡面有問題啊 差異這麼大 馬上趕快讓我們去問 廠商終於發現 啊 他可能貨號搞錯了 他原本要初100的給我 結果呢 發到另外111的給我 就趕快腳踏 趕快管過啊 趕快退回去啊 111的方向 因為原子密度高 所以同樣是在氧化 他氧化的數量更多 所以他氧化船的厚度會更厚 所以111的方向的厚度會 100的方向來厚 說穿機就是越密度越高的 氧化船的厚度越厚 那 他也跟餐雜濾度有關 餐雜濾度越濃的 好 你有沒有看到 餐雜濾度越濃的 氧化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今天你的青棉 如果你買來青棉 我們就要買過 在拉青的過程就有參加 或者在冷靜的過程中 你也可以看到 餐雜濾度越濃 氧化速度越快 餐雜濾度越濃 餐雜濾度越濃 氧化速度越快 好 那 第四個 第四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如果今天你的經驗表面 是有餐雜濾度 如果今天你買來的微博 是劈情半導力 就代表你的細經驗裡面 餐雜了銅 而在銅 在氧化的過程中 氧化是氧化細啊 那請問我 紅原子怎麼辦 紅原子會跑到哪裡去呢 來 就告訴各位 如果今天你的經驗 是 OK 如果你今天買來的經驗 是劈情半導力 表面已經參達了一份的光 原本 但是原本是 這個虛線的濃度分物 表面比較老 裡面比較淡 是這樣子 而你在氧化的時候呢 前面的 氧化會被消耗 然後氧化出 近似兩倍後多的二氧化細 而這邊的孔呢 表面的孔會傾向於 往阿塞那邊走 孔不喜歡跑進阿塞裡面 所以就到這裡氧化出來的時候 你表面會在這個地方 還有這麼高濃度的孔 可是一氧化的過程中 這裡的孔就會往裡面鑽 使得表面的孔會 所以使得表面的孔會 所以使得表面的孔會 表面的孔會 表面的孔會 你原本預計的 你原本裡面分佈的還要比 原本裡面分佈的還要比 原本要比 可是如果是 N型半導力剛好相反 N型半導力 0跟生不喜歡二氧化細 雖然我在氧化的時候 部分二氧化細會被氧化 被二氧化細包住 可是呢 在氧化的過程中呢 這裡面的 看到氧化在過程中 他會嚇我後退 他想要往生好 他不喜歡留在阿傘裡 所以在氧化的過程中呢 他會拍up 美肌在細表面 這個是 N型跟P型在氧化過程中 表面濃度不一樣的地方 N型的表面濃度會下降 P型的表面濃度會下降 N型半導力在氧化後 表面濃度會上升 這叫P 這叫做don't n signification 這個先將稱作為don't n signification 表面的栽域會牽液 會牽液 所以P型半導力會下降 而N型半導力會開up 累積起來 會累積起來 它的參加濃度會比原本很高 因為每個神不喜歡在阿傘 但是P型很喜歡在阿傘 但是P型很喜歡在阿傘裡 那氧化的術域 也跟參加期有關 就我剛剛講的 你產生OH就會比較快 所以呢 如果你在氧化的過程中 通常 這是早期 現在比較沒這樣做 早期在氧化的過程中 因為早期的環境控制 能力沒有那麼強 像現在這麼強 以前還是很容易有一些 綠磷子 大磷子 珠子之類的 就是什麼呢 不外面還是很健全 因為整個屋城市裡面 最大的污染力就是人 就是人 人只要沒有汗阿 蛤瘦阿 耳地阿 都會有污染力吸出 都會有污染力 甚至手 本身就會有融解 隨便一摸到就是有機污染 所以呢 為了其實這些人本身可能 人體本來就會吸出一些大磷子 因為本身就只有煙爆 會有拉磷子吸出 為了去捕捉這些移動的磷子 金竹 金竹 金竹竹元素 就會參展一些 HCl氫 氯化氫氫 也算得氫 這些氣質在高溫的時候呢 會吸出這個氯 這個氯分解出來 會去抓 Mobile Ile Mobile Ile 就是移動的 黃ited 它會讓它氫化 將他的氫化 但是最主要是 當你加一個HCl之後 舊者已吸出氫膜 有氫存在 在氧化的過程中 只要有氫的存在 它就會有濕氧的效果 因為它就會去跟氧 結合成Oh 然後呢 會破産比較快 所以只要你的高温氧化过程当中 只要腔里面用氢气的存在 只要氢这个元素存在 氧化速度都会变快 氧化速度会变快 那甘氧呢就是完全没有氢 甘氧的氧化过程没有氢 因为没有氢 它用的是O2分子 或者是N2O分子 那它的氧化速度会比较 但是它的质量会比较好 因为它就是很纯的氧 很纯的氧 那品质比较高 所以通常会拿来当做 当你要长薄的品质又好 也化成都会使用干氧 那包含有这些 那这些是什么 上礼拜有介绍过 课本里面有化 告诉你 反正只要你化成厚度是薄了 几十个氧化以内的 几十个氧化以内的都会使用干氧 都会使用干氧 那最重要的就是炸几两八层 一定要用最造型之类的八层 所以一个两八系统 前面讲过 一个骨管包含什么 包含有枪银 预送系统 控制系统 还有什么呢 气体 这些气体可能有什么 可能有O2 可能有HCL 最主要的 你看到什么呢 所有的气体都有个开关法 都有两个开关法 中间有一个什么呢 中间这里可以调它的流量 这里可以调流量 那有的是这里可以调 但是这里的重点是在于什么呢 你会看到 所有的乳管配备里面 这个是旧的 旧的都会配什么呢 都会配两根氮气 一个叫做进化用氮气 一个叫做刺层用氮气 这两根氮气差在哪里呢 一个 比较便宜 一个比较贵 一个很干净 一个干净 在我身体里面没有干净这件事情 只有干净跟更干净 只有纯跟更纯 但是现在 现在的 纯化气素非常好 所以基本上 现在都有很干净的气体 因为这个整体的气体 没有比较特别便宜啊 因为现在的锂叶技术已经很好了 都已经可以体验出高纯度的氮气 而且是很便宜的 所以不需要分两根的 一根就可以了 你干净的可以用 或超干净的当然也可以用 只会更好 气体越纯越好 这是早期的 那早期为什么会有两根氮气呢 因为最纯的是比较贵的 那 普通纯的比较便宜 而普通纯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上次刚刚都会讲过 高温乳管 因为它是高温 而且它要升降温的 所以一般乳管 闲置的时候 就是 没有在进行制程的时候 它基本上也 24小时空着气 不是上班角度 要维持乳管 维持镇压 比外面气压好 导致什么呢 乳管口罩一打开 气是往外吹的 而不是往乳管没吹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枪里是要最干净的 而外面的敲户区 或是外面的 我们叫做自乘区 我们大概讲无城市 在进出口的地方 叫做自乘区 自乘区的干净度 虽然要求很高 但是枪里面 一定是最干净的 枪里面 要维持最干净 所以枪里面 要认识最干净 所以气你就会耗费 一直耗费 一直耗费 一直花费 所以那时候 为了吃粿的考量 就使用比较便宜的干净器 可是当你 Waver 负载传送进去之后 升到高路载制程的过程之后 这时候你要用的就是 高纯路的 南气 越比较贵 但是就要用在 最需要干净的地方 但如同我现在讲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分量 就是干净的淡气了 你不要跟我讲不干净 没有不干净这回事 所以 半导致上 一直使用量最大的气体 就是淡气 就是淡气 因为如果要24小时 通着淡气维持镇压 即使你在通的气体 比如说我要通氧气进去 通氧气的过程中 可能不需要淡气 但是我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 我是关掉淡气后 再开氧气吗 绝对不是 我们就会讲过 颅管有一个很重要的贴责 必须无时无刻 光通的气体 中间不可以有关掉 换言之 当你要开一个新的气体 关掉旧的气体的中间 一定要维持气体的overlay 一定要有衔接 不可以产生空撞气 不可以说 我现在 乳管没有再用 或是没有再进行制程 我都通着氧气 我要开始进行制程 我是不是到高温的时候呢 我先关掉氧气再开氧气 不行 你这样关掉氧气 中间会有一段时间 没有再通气体了 它压力会下降 所以会怎样呢 会先通氧气 稳定氧气之后 才会把氧气关掉 然后进行氧化 那等到氧化过程结束了之后呢 我可以直接把氧气关掉吗 不可以 我必须先把氧气重新打开啦 才可以把氧气给关掉 所以 乳管的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贴者 气体不能断 中间的气体不可以断 中间的气体不可以断 那课本因为是 但是它在讲课之前啊 它有两种氧气源 可是你就会把它视为 现在都是某种 最改善的氧气源 那氧气是用在什么 还有系统闲置 还有什么 晶圆装长 温度提升 然后温度稳定 跟卸肠说穿的 就是 不是在进行氧化的过程中 属中的气体都是氧气 不是在制成的时候使用的气体 全部都是改善的 全部用氧气 因为氧气是一种稳定的气体 除非温度超级高 不然它不太会氧化 那如果要氧化呢 会使用高属能度的氧气去氧化 那现在基本上 污染都处理得很好 所以这些什么 以前造型会常出现的 纳粒子啊 什么的下降很少 所以现在有人早 在充这个HCL 因为一旦通过HCL 氧化速度一快 现在V2A34 真的是走向 原件微小化 微小化的过程中 氧化谁也在微小化 也在活化 一旦通过HCL 有这个氧气存在的话 它氧化速度太快了 那早期HCL 就是氧可以去抓 金属体质 而这个氧呢 可以去填布一些旋復件 因为氏的原子排列 跟二氧化系的分子排列 它们的原子之间的间距不一样 所以一定会有部分的氏原子 没有办法跟氧间距 会产生所谓的旋復件 我们之前有讲过 二氧化系 你可以想到二氧化系 是原子跟原子之间 距离比较远 而氏跟氏之间距离比较近 所以导致有些氧跟氏间距的 可是有些氏没有可以等间距 就会产生所谓的断间 因为氏它有四个 它最后一层纹有四个变子 而其中有一个就会分掉了 没有东西跟它间距 这个经验也很多称之为 旋復件 nangling bomb 而这些nangling bomb 它就会产生 它就是第一倍 它会产生train 它会在电气里面 能带来产生train 所以就靠那个氏 去钝化这个train 绿也可以去钝化这个train 就等于是 有个间距在那边无一 你就删个氏给它 或删个氏给它 使得它十分间距 就没有关键 所以早期在做原件的时候 在氧化的过程中 为了原件特性卡 它都会参展一些氏 通常会是氢气或是氯气 或是氯气 或使得表面的旋復件 钝化 使得它银电的进化 可以增加它的口套度 或它基本电脏性 这就是氏液 二氧化系的间距比较快 施力可能间距比较小 所以总是会有部分的细圆 只跟人家间接 部分的细圆只没有跟人家间接到 这些就是断间 就是所谓的悬浮件 这些悬浮件 如果你要让它消失 就要给它额外的元素 像是氢 或者是氯 或者是氟 可以 只要少量 就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你看到 如果在氧化过程中 会去泄溶 所以部分的绿 会融在活泼里面 并且跟细 跟二氧化系界面呢 间接在一起 减少水浮件的数量 但是可以多 因为一旦多了 绿又会跟细白成 绿化系会归发的 所以绿太多它就会适合 因为绿本身也是一个 浮蚀性很高的气体 以前要学过 佛绿秀典的 越往右上交走的 周期表越往右上交走的 浮蚀性越强 化学活性越强 所以所有的东西 破量都不好 就跟人吃东西一样 好吃会好吃 吃多了就不好 一样 所以啊 像 绿太多了 或是火太多了 反而会有十颗的效果 你只需要少量修补的效果 但是大量的 反而会有十颗的效果 所以千万不能流过 不要玩十颗 不要玩十颗 好 所以 一个典型的干涉步骤是怎样 一根乳管还没有进行制成的时候 它是闲置的状态下 闲置的状态下 通常就已经一直吹着氮气 一直吹着氮气 然后呢 乳管在闲置的时候 早期是维持在四百匹 那现在为了节省时间 闲置状态已经较到六百 乳管在没有用的闲置状态下 一般是四百或六百度C的温度 所以它Always就一直在六百度C 然后充着氮气 好 你要开始进行制成了 怎么办呢 一开始 你要进行制成了 怎么办 好 就是换 照他的说法 就是用比较高速度的氮气 但是就我刚刚讲的 没有差 就是充氮气 氮气就一直充着 然后呢 乳管都打开来 乳管都打开来 清源放在清充上面 放到乳管里面 后 承载装置 就会将整个荆州 往乳管里面慢慢推进 慢慢推进 前面讲过 速度会很慢 如果太快会这样 热帐很缩 晶圆会弯曲 你如果让它太快 从外面到里面 它温差会太大 短时间内 会有很大的热溢率存在 这热溢率就会造成 晶圆湾区 晶圆湾区 晶圆湾区就不飘了 后面的自动化制度 就没法做了 所以 推入乳管之后呢 它就开始通入氧气 通入氧气 大家看起来通入氧气 一般会怎样呢 一般在关掉氮气之前 它会让这个气体 一般会在5分钟左右 也就是氮气开了 那我记得开始通氧气 那等氧气通了 跟氮气 5分钟之后 我再关掉氮气 那再到鱼管 还是一直在流过气 然后改通氧气 那等氧气通通通通 通到你的支撑时间结束 你的支撑时间要结束的时候呢 不会马上关闭氧气 这一切错 不会马上关闭氧气 而是先通入氮气 氮气通了 跟它Overlap了5分钟之后 才会关掉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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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马上关掉氧气 这一切错 那等到氧气也关掉之后呢 好 那它就回到了支撑机体 全部结束了 只剩下氮气之后 就开始降氧 那等到温度呢 降到 闲置的600度 或400度的时候呢 晶圆就便慢慢地拉出 好 晶圆拉出之后呢 再把晶圆拉出完 才把它关掉确定就这样 好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而在整个制程 温度 在升温的时候 不可以太快 因为升温升的太快 也会造成晶圆 会关曲 以及什么呢 升温升的太快 晶圆会关曲 以及造成什么呢 造成温度 升太快 能不能超过你的制程温度 而 我前面讲过 升温只要照加热性 也都可以 但是降温呢 只能让它慢慢地 热破散热对流的流掉 所以 升温太快 但它不曉得超过制程温度 比较等的时间都慢慢拉回 所以升温不可以太快 好 升温不可以太快 好 然后呢 好 升温升的大概有没有造成什么呢 好 我们前面讲过 一个乳管主要分三个区域 管头 管尾跟管中间 三个各自有各自的夹温显圈 你如果输入台湾 那三区 有温差的话 好 它就没办法进行制程 要进行制程 到那三区的温度都大到一致的时候 才会进行制程 好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